腾讯体育10月4月去,亚洲联观光推出了亚洲碑利史最佳中场评选,中国前国奖少家一入围,此外还有日本的坂田归佑,中村俊福等,亚洲联列出了亚洲碑利史最佳中场候选人一共有10个,中国只有少家一入围,日本和韩国都有两名球员入围。 在对少家一的点评中,亚洲联观方程,少家一参加过2002年韩日世界杯,她的职业生涯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德国度过,2004年亚洲杯,中国队首次打进决赛,少家一帮助中国队,打到了一个历史性的领程杯,少家一在这一届亚洲杯中一共打进了三球,并且在办决赛对这一朗时提出了世界级的表现, 他打进了一球,并且在点球大战中打进制胜球,其他入选的球员还有,1988年带领韩国获得亚洲杯亚军,并且当选最佳球员的金助成,他已曾经连续三年获得亚洲足球先生, 2004亚洲杯带领日本在决赛中击败中国夺冠的中村军府,他也是当年亚洲杯MVP得主,2004亚洲杯金薛奖得主,伊朗传奇球星卡里米, 2007亚洲杯带领伊拉克夺冠的阿克拉姆,澳大利亚民宿科威尔,沙特前国脚,1992亚洲杯最佳射手阿尔哈里菲, 伍兹别克名将杰塔罗夫,2011年带领日本获得亚洲杯冠军,自己获得最佳球员的本田归佑, 2011年亚洲杯最佳射手,韩国人聚资者,哥德